哈喽大家好,我是不刷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颇具争议的影片 女主不断地被侵犯,又有各种苟合,人物关系混乱不堪 最后结局却出人意料,让人惊诧之余又能感受到几分欣慰 影片开始,一栋房子里传出女人凄厉的叫喊和男人厚重的喘息声 原来在客厅里正上演着一场残忍野蛮的强奸行径 戴着面罩的施暴者匆匆发现完授欲,踢起裤子,躺而皇之地离开 受伤者是一位独居中年女人,米歇尔 她精疲力竭地躺在地板上,一动不动 片刻后,米歇尔艰难地坐起身,看着一片狼藉发呆 出人意料的是,刚刚遭遇凌辱的米歇尔没有痛哭流涕,也没有立即报警 而是在缓过神后,没有半点情绪地清理现场 还泡了个澡,清洗掉身上残留的罪症和血迹 洗完澡,又订了份外卖 整个过程中,她都保持着淡然的神情,宛若一切从未发生 晚上,米歇尔的儿子文森特来了 看到母亲烟酒的淤青,文森特吃惊地问发生了什么 米歇尔谎称是骑车是摔的 米歇尔说,女友乔西即将临盆,打算租个新公寓 米歇尔似乎很不满意儿子的女友不停嘲讽乔西 不过还是决定替文森特先交三个月房租 但一定要让他先看看房子 送走儿子后,米歇尔关上大门,但还有些不放心 警惕地四处打量,见没有异状,她从工具箱中拿出一把榔头 又到各个窗口检查一边,然后就握着榔头睡觉了 天亮后,米歇尔去了自己和闺蜜安娜合开的游戏公司 在公司里,她先打电话安排人去修理家中的门窗 并且更换门锁,然后参加新游戏的设计会议 她对新游戏并不满意,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技术人员科特不接受米歇尔的意见 毫不留情地讥讽她之前是做出版的,根本不懂游戏 面对下属的挑衅,米歇尔异常强硬 只用了一句我是老板,就让科特无言以对 会后,米歇尔有一些不确定地问闺蜜安娜 科特是不是恨我?安娜忍不住笑了起来 说处理微教凯文的家属,所有同事都恨你 米歇尔也笑了,意识到自己是明知古文 离开公司后,米歇尔去医院检查身体 医生说并没有大碍 接着,她去离家餐厅吃午饭 奇怪的是,在餐厅里,一个中年女人四四盯着米歇尔 片刻后,这个女人走过去 把吃剩的食物倒在米歇尔身上 还恶狠狠地骂她是人渣 仿佛和她有深仇大恨 面对突如其来的侮辱与敌意 米歇尔有些吃惊 看了一眼骂完人,正准备离开餐厅的中年女人 发现根本不认识对方 不过她很快露出了了然的神情 似乎想到了什么,一声不吭地擦拭衣服 吃过烦,米歇尔去探望妈妈艾琳 进屋后看到,妈妈在跟年轻男友拉尔夫调情 米歇尔把脸一沉,拉尔夫也有些尴尬 迅速离开 拉尔夫走后,艾琳问女儿 如果我再婚,你会怎样 米歇尔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会杀了你 艾琳非常气愤,指责女儿自私地可怕 不过很快就冷静下来 说米歇尔的父亲,虽然有个假式听证会 想让女儿参加 但米歇尔显然很不喜欢这个话题 声色俱利地对母亲说,别提这个人 米歇尔和母亲话不投机,不怀而散 随后回到了家中 坐在客厅里,她脑海中居然出现了前一天 惨遭强奸的画面 当时,米歇尔正在独自享用午餐 忽然听到猫叫声,是自己养的宠物猫不知什么时候跑到了室外 于是开门让猫进屋 可是,就在她关门的一瞬间 一个身穿黑衣的蒙面男子猛然出现 重重地撞开了门 米歇尔被对方撞得摔倒在地上 她想挣扎着爬起来 但蒙面人狠狠地给了米歇尔几巴掌 打得她头晕目眩,无力反抗 接下来,房间里就传出了她痛苦的深一声 米歇尔刚刚结束了不堪的回忆 就收到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短信内容让她大吃一惊 原来,短信是昨天那个蒙面施暴者发来羞辱她的 米歇尔意识到对方还会来伤害自己 就去买了效果最好的防狼喷雾和一把锋利的斧头 第二天晚上,米歇尔去餐厅参加聚会 在餐厅外停车时,她的车子撞到了另一辆车 但她并没有下车查看,而是蒙踩油门 蛮横地将那辆车推出车尾 走进餐厅后,面对前来参加聚会的前夫理查德 闺蜜安娜以及丈夫罗伯特 米歇尔淡定地告诉大家自己被强奸了 所有人都愣住了,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 缓过神后,大家关切地提醒米歇尔去报警 但米歇尔一脸平静地说没必要 说完就若无其事地点起菜来 饭后,米歇尔和前夫理查德去取车 理查德问她为什么不报警 米歇尔却云淡风轻地说不想再和警察打交道了 言语之间显得对警察极为抵触 然后,她看着刚才被自己撞的那辆车 故作惊讶地对理查德说,呀,你的车被撞坏了 随即上车离开 只留下一脸郁闷的理查德,待立在原地 几天后,米歇尔去看了儿子文森特要租的房子 发现儿子在有了自己的资助后 竟然换了一间更贵的公寓 米歇尔有些不高兴,随口说了两句 没想到,文森特的女友乔西马上出演顶撞她 米歇尔当然不会示弱,反唇相机 乔西说不过米歇尔,就迁怒于文森特 狠狠骂了男友一通 跟儿子分开后,米歇尔回到办公室 刚好看见闺蜜安娜的丈夫罗伯特 她以为罗伯特是来找妻子的 告诉对方,安娜今天不来公司 其实罗伯特挑这个时间过来 就是因为知道妻子不在公司 她的真正目的是来见米歇尔 原来,她和米歇尔一直在偷情 罗伯特走进米歇尔的办公室 轻车熟路地锁门拉窗帘 然后就脱掉裤子,向情人求欢 米歇尔虽然性质不高 可面对罗伯特的死缠烂打 最终还是满足了对方的需求 当晚,米歇尔留在公司加班 突然,她又收到蒙面男发来的骚扰短信 而且蒙面男在短信中说出了 她穿的衣服的颜色 米歇尔觉得这个人可能是公司的员工 捏手捏脚地走出办公室,四处打量 但只看到曾经顶撞她的技术人员科特 还在加班 几天后,米歇尔和妈妈爱琳见面 问妈妈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情 爱琳显然知道女儿在问什么 淡淡地说一个男人向我车里扔了披萨 而且总感觉有人在盯着我看 她还告诉米歇尔 这些都是因为电视里又在报道你父亲 当年犯下的罪行了 所以人们的记忆复苏了 米歇尔听了脸色不变 因为那天在餐厅被人辱骂后 她就意识到肯定与父亲的案子有关 自己是在带父亲承受人们的怒火 接着,爱琳说米歇尔的父亲 下周要参加假释听证会 想要女儿一起去 但米歇尔一口回绝 说希望那个人永远不会被放出来 爱琳想真情打动女儿 说你父亲现在病得很严重 恐怕时日无多了 还拿出手机给米歇尔看她父亲的近照 不过,米歇尔看着照片中 苍老无助的父亲依旧无动于衷 回到家后 米歇尔又想起了自己被强奸时的情景 但这一次 他幻想自己当时做出了强有力的反抗 在想象中 他举起重物痛击对方 打得蒙面男血肉模糊 即使蒙面男已经一动不动了 他仍然没有听手 不停挥舞重物砸下去 与他发出似吼为伴的 不再是男人的喘息声 而是四见的鲜血 米歇尔越想越高兴 甚至不自觉地露出得意的笑容 米歇尔心满意足地结束了异想 随手打开电视 刚好看到新闻在播放 自己父亲乔治多年前犯下的谋杀案 乔治当年像风里一般 一口气杀了20多个人 震惊全国 新闻画面中 还出现了父亲犯案时 只有10岁的米歇尔的照片 照片中的米歇尔一脸目染 眼神空洞 而华为因则有一案是 他在父亲犯案过程中 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米歇尔面无表情地 看着电视里多年前的自己 若有所思 过了一会儿 他关掉电视 出门倒垃圾 结果看到一辆陌生的车子 鬼鬼祟祟地在父亲晃悠 回屋后 米歇尔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就熄了灯在窗口窥探 发现那辆车已经停在对面 车上的男人看不清长相 不过像是盯着他家的方向 米歇尔马上拿起斧头和防狼喷雾 从后门溜出去 悄无声息地来到那辆车子旁 敲碎车窗玻璃 对着里面狂喷 处理的男人猝不及防 被喷个正着 发出痛苦的叫声 这时米歇尔才发现 对方居然是前夫理查德 赶忙把理查德附近屋子 用水窝得清洗眼睛 原来理查德得知米歇尔被强奸后 很担心 特地过来看看情况 可是由于自己的车被撞坏了 只能向新任女友海伦借车 结果就尿成了误会 第二天 米歇尔在公司收到一个视频 而内容就是恶搞他的 接着 安娜告诉他 这个视频正在公司疯传 米歇尔怀疑这件事情 和那个强奸犯有关 安娜听了担心不已 劝他报警 但米歇尔由于小时候的经历 对警方和媒体极为抵触 说什么也不肯报警 下班后 米歇尔接到儿子文森特的电话 说女友乔西就快生了 米歇尔立刻赶往医院 理查德也来了 可是 看到刚刚出生的孙子后 他们都傻眼了 护士手中抱着的 竟然是个黑皮肤婴儿 文森特和乔西都是白人 怎么会生出黑人孩子 两人面面相去 文森特倒是毫无察觉 只顾着兴奋 奇怪的是 乔西的黑人男性朋友奥马 居然露出了慈父般的笑容 看见这一幕 米歇尔心里有数 但都太了解自己的傻儿子了 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 只能郁闷地离开 晚上 回到家 米歇尔发现 门前有几个警察 正在他疑惑不解时 邻居利贝卡过来告诉他 他的丈夫帕特里克发现 父亲有个人很可疑 怀疑是小偷就报警了 但那个人很快就逃走了 帕特里克说 小偷戴着滑雪面具 看不清脸 这样的描述 让米歇尔想起了 那个强奸犯 利贝卡好心地 让张老夫从米歇尔进屋 帕特里克在屋子里转了一圈 没发现什么异常 随后就和米歇尔闲聊起来 聊着聊着 两人突然都不说话了 互相对视 空气中弥漫着暧昧的气息 片刻后 帕特里克一开视线 告辞而去 次日 米歇尔让员工凯文 叫自己射击 还让他黑进公司所有人的电脑 查出恶搞自己的视频是谁做的 并承诺侍候 会给他一笔钱 傍晚 邻居帕特里克和利贝卡 在院子里布置圣诞装饰 米歇尔自在家中 拿着望远镜 偷看年轻帅气的帕特里克 一边看还一边自我安慰 第二天 米歇尔在家里 举办圣诞派派对 邻居帕特里克夫妇 儿子文森托一家三口 闺蜜安娜夫妇 前夫理查德和女友海伦 母亲爱琳和纳尔拉尔夫 都迎邀前来 大家边吃边聊 米歇尔则时不时地偷看海伦 似乎在期待着什么 吃着吃着 海伦忽然被牙签扎倒 原来 米歇尔想整整前夫的年轻女友 就在海伦的食物里塞了根牙签 计划得逞 米歇尔不再看海伦 偏过头 装作义无所知 然后 他趁人不备 脱掉鞋 在桌底用脚轻轻蹭帕特里克 帕特里克愣住了 一脸迷茫地看向米歇尔 米歇尔平静地与他对视 桌子底下的挑逗 则越来越大胆 一直和米歇尔偷情 他那老公罗伯特 虽然没看到桌鞋的相眼画面 却察觉到情人 和帕特里克之间的暧昧 他心里很不适滋味 但当着这么多人 又没法说什么 只能独自郁闷 就在这时 米歇尔的母亲艾琳 忽然站了起来 兴奋地宣布 自己已经和南友拉尔夫订婚了 众人都送上祝福 只有米歇尔发出一阵阵的鬼笑 还毫不留情面的讥讽母亲 场面一度变得十分尴尬 好在文森特拿着甜品过来 总算让气氛恢复正常 饭后 罗伯特成名人注意 偷偷问米歇尔 刚才跟帕特里克调情 是不是在考验自己 米歇尔敷衍演几句 把罗伯特打发走 随后露出得意的笑容 好像很开心 有人为自己吃醋 接着 米歇尔去找帕特里克 说起父亲当年是如何作案的 原来 多年前的一天 他的父亲乔治 突然发疯般地杀了27个人 满身鲜血地回家后 要烧掉屋里的东西 当时只有十岁的米歇尔 帮忙我活了一张东西 没过多久 警察就来了 然后有人就为米歇尔 拍下了一张照片 听完故事 帕特里克呆住了 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回应 米歇尔自己脸平静地去倒酒 接着 母亲爱琳过来指责她 吃饭时对自己的态度太刻薄 两人刚吵了几句 爱琳突然倒在地上 昏迷不醒 大家赶忙把她送往医院 在医院 医生说爱琳中风了 米歇尔露出那一支信的表情 居然问医生 母亲是不是装的 而在得知母亲 可能再无法醒过来后 她也没有半点伤痛之色 当晚 安娜和罗伯特 住在米歇尔家陪她 天亮后 罗伯特跟安娜去上班了 想和米歇尔亲热 但米歇尔拒绝了 还明确提出 要结束两人的情人关系 随后 她来到医院 看着人处于昏迷中的母亲 米歇尔有些焦虑 来回夺步 嘴里不停地指责母亲的自私 忽然 母亲心脏骤停 抢救无效 就这么去世了 深夜 米歇尔回到家 吃惊地发现 斗山卧室里有亮光 她偷出房廊喷雾 猫着腰 小心翼翼地走进我室 屋里面有人 亮光是她的笔记本电脑发出的 笔记本就摆在她的床上 屏幕上还写着几个大字 抱歉 我实在是情不自禁 而让人震惊的是 床上居然有一堂惊艳 米歇尔知道又是那个强奸犯干的 不过也没露出惊恐的表情 扔掉床单就睡觉了 第二天 米歇尔捧着母亲的骨灰 和理查德·文森特等人 一起去找个风景好的地方撒掉 乔西因为小事 通骂文森特一通 然后就带着孩子离开了 文森特自嘲地说 希望儿子 没有遗传乔西的坏脾气 米歇尔实在看不下去了 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森特 那个不是你的儿子 文森特怒火中烧 骂了妈妈一句贱人 扭头就走 米歇尔也生气了 随手将母亲的骨灰撒到桥下 这天晚上 米歇尔正在家里看资料 忽然狂风大作 随即听到门铃声响起 原来是帕特里克 见到他的百叶窗还开着 特意过来盯住他关窗 而在帕特里克 帮米歇尔关好窗户后 两个人很自然地抱在里齐 米歇尔闭上眼睛 满脸陶醉地想说爱福 但帕特里克居然皱起眉头 然后就陶冶似地离开了 只剩下一脸莫名其妙的米歇尔 4日上班时 凯文叔还没查到 是谁做的恶搞视频 不过米歇尔 此时已经有了新的猜测 下班后 他趁没人注意 偷偷溜进凯文的办公室 结果在凯文的电脑里 发现了自己不同时期的照片 还有那段恶搞视频的未完成版本 这时凯文回来了 知道自己制作恶搞视频的事情 被人发现了 低着头 结结巴巴地解释说 自己没想把视频给别人看 是别的同事偷做视频发给大家的 没想到 米歇尔居然让他脱掉裤子 否则就解雇他 凯文不明所以 但只能照做 米歇尔看了看凯文的下题 说你割了包皮 还让凯文删掉电脑里的视频和照片 说完就离开了 原来 米歇尔记得强奸犯没有割包皮 所以 他现在能够确定 凯文只是做了恶搞视频 却不是强奸犯 不过米歇尔万万没想到 当他到家后 蒙面男推到米歇尔 扑了上去 米歇尔拼命反抗 抓起一把剪刀 戳穿了对方的手 趁蒙面男赤痛分神 他扯下了头罩 然后 他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 原来蒙面强奸犯 就是米歇尔 一直在勾引的邻居帕特里克 面对如此惊人的真相 米歇尔终于失去了一贯的阵地 发出愤怒的嘶吼 让帕特里克滚出去 而在帕特里克仓皇而逃后 他突然浑身脱离 跌坐在椅子上 内心久久未能平静 出人意料的是 虽然知道了强奸犯的身份 但米歇尔依旧没报警 也没有任何后续举动 而在得知父亲的假释申请 被驳回后 他终于改了主意 决定去探监 可是到了监狱 才知道父亲前一天 知道他要来 当晚就上吊自杀了 也许是没脸见他 米歇尔稍后 被带到父亲的尸体前 他缓缓俯下身 靠近父亲 平静而冷血地说了一句 我来这里杀死你 随即转身离开 回家路上 米歇尔出了车祸 贝卡的车里出不来 他打电话 就安娜和理查德求救 但谁都没有接电话 没办法 他只好叫来帕特里克 帕特里克救出米歇尔 送他回家 细心地给他处理伤口 两人像往常一样闲聊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忽然 米歇尔问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帕特里克略做私寸 回答道 我必须那么做 原来 他只有在强暴时 才能产生快感 另一天 米歇尔接到罗伯特的电话 说安娜去伦敦开会了 想和他见面 两人随后去开房 事后 米歇尔态度坚决地说 这是最后一次了 以后不是情人 只是朋友 接着他回到家里 却发现儿子文森特 不声不响地跑来了 原来他因为辞职 被乔西赶出家门 米歇尔将文森特 竟然把乔西的孩子也带来了 顿时就不冷静了 气愤地让他把孩子还回去 就在这时 乔西来了 和文森特大吵一通后 抱走孩子 乔西走后 米歇尔带着文森特 去超市买东西 刚好遇到帕特里克 帕特里克说 妻子贝里卡出门了 临走前 给自己留了很多意面 邀请米歇尔母子 去自己家吃饭 吃饭时 心情牵强的文森特 不停灌酒 饭后 他醉倒在沙发上睡着了 帕特里克则带着米歇尔 去地下室 看地暖装置 走进地下室 帕特里克把米歇尔 重重推到墙上 两人随机纠缠在一起 片刻后 米歇尔躺在地上 四肢大开 满脸期待 可是帕特里克 突然停住了动作 显然 在对方不反抗 反而配合时 他就无法产生激情 米歇尔明白过来 给了帕特里克一耳光 帕特里克被打得兴奋起来 反手给了米歇尔一巴掌 然后就脱掉裤子 急不可戴地扑上去 事后 米歇尔叫醒文森特离开 帕特里克的脸上 则养映着兴奋的光芒 米歇尔公司的新游戏推出 他向安娜提议 让文森特 组织游戏发布的庆祝派对 安娜却伤心地说 丈夫罗伯特出轨了 因为他闻到罗伯特身上 有九点沐浴露的味道 米歇尔泰然自若地安慰闺蜜 说生活还是要继续的 在庆祝派对上 大家玩得兴高采烈 米歇尔则找到安娜 说自己就是罗伯特的出轨对象 安娜大受打击 转身离去 罗伯特见妻子情绪不对 走过去表示关心 却被安娜抓着胸口猛吹 米歇尔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幕 随后让帕特里克送自己回家 路上两人一直沉默着 突然米歇尔开口了 说我们的关系很变态 还说要报警 面对他的威胁 帕特里克一言不发 只是不断扭头观察米歇尔的表情 想确定他说的是不是真话 接着米歇尔下车 往自己家走去 可是到家后 他再度遭到 带着面具的帕特里克袭击 帕特里克把米歇尔甩到沙发上 哭过去掐住他的脖子 就在这时 文森特刚好回来了 抄起重物 对着帕特里克的后脑 狠狠砸下去 帕特里克被打得满头是鞋 他看着嘴角隐隐待笑的米歇尔 露出那一致性的神情 颤声问为什么 然后就倒地身亡 文森特见自己失手杀的人 惊慌失措 米歇尔则平静地安慰儿子 之后警察来调查 定性为正当防卫 不需要负行事责任 接下来 米歇尔的生活恢复了平静 儿子文森特也找到了新的工作 还跟乔西和好搬回去住 一天 米歇尔正在父母的墓碑前祭拜 安娜忽然出现 一段时间 她终于走出阴影 原谅了米歇尔 安娜面带微笑地说 已经和罗伯特离婚 还想搬过去和米歇尔一起住 米歇尔笑着答应了 两人说笑着 并肩走向远方 电影结束 导演范霍文 在本片中诠释了 自己心中最完美的独立女性形象 米歇尔没有因为被强奸而屈服 也没有因为被仇视而软弱 她彪悍强硬地应对各方关系 从不按常理出牌 无论生活是一地鸡毛 还是被踩泥沼 她都坚强到 可以撕破一切恐惧 虽然这种所谓的 最完美的独立女性形象 颇受争议 但是时间哪一个评判标准 不是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呢 所以 做你自己 心安理得即可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一无既往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